MUFFIN 到我拳頭 Yo 我是波子 還有MUFFIN 今天我就想試一下馬來西亞特有的手信 因為我媽媽去了馬來西亞自私旅行 為了補償我 所以買了一堆手信 很奇怪 他說有壯陽增加性慾的手信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這兩個其實是朱古力 媽媽給我拿來拍片試吃之前 其實她已經拆開了 我應該試吃了幾塊 不見了三塊 原來這盒 才是媽媽所謂的 買給我寶品 壯陽的東西 東卡亞里巧克力 東卡亞里就是馬來西亞的人心 可以成為天然的寶品 具有增強性慾 維持我耳夢平衡 提升精神和活力的功效 不論男女都適用 最後還寫著 奇妙交融你的味道 將會感受到滿滿的愛 我看一個外人就是黑朱古力的樣子 不知道味道如何 很硬 比平時的朱古力硬很多 吃起來 有點苦 有種人心味的苦 但為了媽媽給我的愛 我要忍著 無論多苦也好 我要吞了它 因為可以增強性慾 很特別的 如果大家喜歡吃朱古力 又喜歡吃朱古力的話 不妨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可以去試一下 但真的有點苦 但我吃完之後 好像感覺到東西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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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試這個 就是Dulian 沒錯 是榴槤 話說因為媽媽也知道我喜歡吃榴槤 所以 她特地買了馬來西亞 是很有名的特產 就是榴槤 噔噔噔噔噔 MUFFIN 好香的榴槤味 她這東西還寫了 榴槤的味道是怎樣來的 這個沒有剛才這麼硬 哇 哇 巧克力榴槤 裡面真的有榴槤肉 好像 它寫的真的是榴槤果肉 裡面的榴槤脆脆脆脆脆 還有那種很濃烈的榴槤味 哇 攻上鼻子 如果大家喜歡吃榴槤 這個千萬不要放過 MUFFIN 給你一粒你聞一下 聞一下好了 你覺得是什麼味道 這麼臭 我怎麼搞都不懂啊 吃完這個真的要朗口 真臭 接著我們要試 這個我真的沒見過 相傳是馬來西亞自家地道的零食 但是我上網根本搜尋不到這個 白色包裝究竟是什麼的零食 MUFFIN還說這個是 椰汁西米露味 它的包裝很搞笑 真的很地道的感覺 MUFFIN先聞一下 MUFFIN先聞一下 MUFFIN覺得怎樣 MUFFIN好像想吃一樣 好香的椰汁味 難道這些真的是椰汁西米露粉 我試試直接拍一下 看看是什麼味道 好有粉 切麵粉 質感是切麵粉 但吃下去 椰汁粒粒的味道 都有些西米露味 才是奶粉 真的整包就這樣拍下去 不用加水 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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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根本跟 沖一包奶粉 的形狀一模一樣 我想如果加水 會不會比較好吃 我試試 混合熱水 然後再混合冷水 攪拌勻它 但它又不是很用的 很乾淨 好像很淡 混合了水的椰汁西米露 我建議大家就這樣拍算了 還是不要混合水喝 如果在看影片的馬來西亞波友 歡迎大家留言說 究竟這一條糖 是怎樣吃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樣吃 留言告訴我 但我向來也不喜歡吃辣物植物 喜歡吃麥皮的可以試一下 馬來西亞特別的 合味道杯麵 充滿了湯的麵 從前 每當榴槤的結果 整個森林都要散發著一股惡臭的味道 令到所有的動物一定要閉色度日 有一天 松鼠屋機靈一動 對著這個充滿尖刺的果和畫 大王如果你是這個 充滿太陽曬著的季節結果 令到太陽的能量 消除你身上的寒氣和濕氣 那就多麼好呢 之後榴槤樹又覺得松鼠的建議非常之好 他就開始去很多太陽 很熱的地方結果了 久而久之榴槤樹 慢慢地把太陽的神奇力量 吸收在果實裡面 之後榴槤就變得 香濃微微 充滿奇幻無比的秘力